來,今天我們來玩一下這個 煉金啦,今天這個煉金 那,煉金這個功能之前跟大家介紹過很多次啦 那它簡單來講就是把你的 綠藍紅裝把它丟進來 然後它可以透過占卜的方式去機率製作成更高階 或者是符石變換石 就是如果你沒有符石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系統把它弄出來 我試個水溫啦,我們先試個水溫 擺兩藍,然後這樣子 我們先擺這樣子,兩藍三綠 看一下可以搞到什麼東西 好,那這個紅色的話 紅色的它基本上就是 不是比較好的一個結果啦 那當然這個燈號它是參考 但是我覺得很有參考價值 好,那我們再刷一次 刷到紫色會是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那它有時候也會出現別的顏色 OK,藍色也是可以 藍色的話大概就是 出藍裝了啦 或者是如果你要製作 煉金層這個所謂的 符石轉換石的話 出現藍色是一個 可以下的這個狀況齁 那我們這一次我們先刷 我們先刷藍色 看一下藍色這個會出現什麼 來吧 符石變換石來一顆 GO 哇,沒有出現符石變換石喔 哇咧,算也可以啦 算也可以啦 至言天使功齁 所以呢這個 當好給大家看啦齁 然後再強調一次喔 我們在煉金之前啊 一定要花兩萬去看那個占卜 一定要看 而且至少要看到藍色 再來 還是紅色 這麼難刷啊 哇天啊 喔,有了,來 紫色出現了齁 來,321 GO 練金層成功 請點擊畫面中央 來 開抽 唉 哇,他現在又亮這個藍色了齁 所以這邊 哇咧 GG 哇,這個虧大了 這個虧大了 來,紫的又來了 好,來 這一次 一樣 下好離手 來 請點擊畫面中央 3 2 1 開抽 喔 有那個戒指耶 龍鬥士臂甲 這個 算 鑽對不對 這個算鑽吧 來 占星 我們一樣來 轉這個盤子喔 我 我不是盤子啊 我還說轉這個占星盤啊 轉占星盤 好,讓他轉到變成紫色的 我們昨天有分享過 如果說你在這個地方啊 他亮出綠色燈 綠色的這個 火焰啊 啊你可能抽到綠裝 來,這一次的結果會是怎麼樣呢 來 3 2 1 開抽 喔綠色 哇 這一次的綠色還是 是 欸 你看他亮綠光 但是 還是給我那個 呃 這個 藍色的 但是他剛剛的那個裡面的東西有沒有很好 繼續來練才啊 希望有機會可以練才 直吧 我來直一波 來 彷彿就會是跳出惡魔的紅色火坑 來 會出什麼呢 3 2 1 開抽 哇綠色的 看不到浮石變幻石 啊 神官 GG了 好,這個真的是變垃圾 好,他真的往下去了 來 好,全部都把他加6好了 我們來全部把他加6 來 兩隻海神三叉戟 跟三個過世 欸,不是 三個安定值的這個裝備 好,來 一樣來刷刷看啊 喔 哈拉丁聖物箱打到 開到惡魔王毛 哇嘞 這 這運氣也太好了 紅色 藍色 藍色也顯示 感覺到一股英雄的勇猛氣息 所以這個文字呢 這文字是騙人的 沒有用 好 值得嘗試看看 只有這個最真啦 紅色就是值得嘗試看看 那種 紅色 也沒有呢 紅色火坑 沒有沒有 唉唷 唉唷 剩下百萬以內了 要求 唉唷 要求 好貴啊 趕快趕快 紫色 拜託 好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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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紫色了 好可以 來 我們先來練一下 全部都是安定裝喔 包括海神啊 包括這個海 哇糟糕 我點掉啦 我把他點掉了 喔喔喔 好 還好還好 沒事 沒事 點一下就跳出來了 我都已經上安定紫了喔 好來個紅裝吧 來 GO 3 2 1 開抽 哇藍色的 藍色的吸血鬼 跳 呃呃呃呃呃 GG 藍的比紫的還難出現耶 我現在這樣轉起來 我發現是這樣子 藍裝 這個應該是拼 扶石變換石的那個機會 好我們繼續轉好了 拜託來個紫的吧 喔好 好來了 說來就來 感謝大家的這個777喔 來我們來開抽了 來 點擊畫面中央 3 2 1 開抽 喔藍色 沒看到扶石 有點緊張 呃 抿梯 抿梯 怎麼這樣 抿梯好像也 沒什麼對不對 我現在按 欸 我按 我按 他只是 我按這個他只是幫我丟裝上去是嗎 我看一下 這個 欸 有嗎 這個 這個 這個有什麼用 好像用啊 加1000是什麼 他只是幫我丟裝上去而已 不是嗎 欸 剛才有人說要 五件嗎 這個成本大概是 五六三百 三百賺 這個成本是三百賺 你們要看嗎 好可憐 我竟然在埋執念過生活 才六萬塊 十萬塊 我覺得他執念好了 很貴耶 現在執念 貴死了 大家要看六欄 這個是應該是史上最浪費的 史上最浪費 但是 機率上來說 可能會是比較漂亮的一個抽法 來 我們要來占卜一下 六個藍莊丟進去真的 真的 連紫色都看不到 所以如果紫色的話 運氣應該就很好了 欸 紫了 花了我四十萬 如果我們今天這些裝備啊 通通拿去賣的話 基本上我應該可以 回個 三千賺左右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 我們今天沒有回三千賺 我們選擇 對 就是 實測給大家看 好 來了 感謝大家一波六 十萬塊 今天有沒有機會 出現紅裝呢 拜託 待會 閃個 至少藍色吧 至少藍色吧 來 點擊畫面中央 3 2 1 開抽 紅色的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啊 死掉 死去了 我靠 給我龍鬥士 戰鬥臂甲 好啦 所以你說吧 剛才有人說 全部加6藍的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我就示範給你看 我剛剛講了嘛 大 你丟大的進去 好 但是可以賺比較 有機會賺比較大 那你丟 大的進去呢 也有機會像我現在這樣子 那這個隊伍不會擠啊 這隊伍不會擠啊 這隊伍不會擠啊 好啦 最後一波啦 好不好 最後一波 真的是混蛋 混蛋 兩藍三綠 紅水晶魔杖 死 死 啊 說死就死 來 這一波 這一波 再不給我真的要退坑了 真的要不給我真的要退坑了 打死不完煉金術 玩不起啦 那藍跟紫一樣難出 對 這個我也認同 藍跟紫一樣難出 那我們是不是來拚藍色 喔 來 說藍就到 就是這個光 決定就是你啦 來囉 來囉 我要直起來囉 來 各位觀眾 今天的 終極精華會不會在這一段 就看這一次 來 3 2 1 開場 綠色 噢 我想罵髒話 心已死啊 怎麼心已死哪 不要再用什麼強化過的裝備 各位 藍色的放棄啦 給我出綠的 又是藍色 他打算把我的錢洗光耶 這個真的是煉金系統你知道嗎 煉財啊 都給他賺賺去啦 我剩70萬 還是要幾次 喔 來了齁 要賣才有啊 都那麼難啊 這系統 給我一顆福石看看啊 轉到克特 前天轉到克特 他轉到克特手套耶 那麼歐喔 哇靠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他兩藍三綠 通通都是加零的 加零的裝備 然後轉到克特 一樣是紫光轉到克特 所以嘛 不要去拼那個加六啊 加六沒有用 安定值沒有用 真的 那個機率影響是非常非常小 來 加零就給他上 3 2 1 GO 幹 亮藍色 阿哥來 不管啦 戰鬥臂甲丟上去用啦 我還炒牙 通通一直給我戰鬥臂甲 就是要我把他耗掉的意思 開抽了 不爽 這給這什麼東西啊 八百 就八百啦 通通把他丟教育所回血一下 八八八 要買的去買 這個機率 不行啊